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而又伤心黯然 当我们深陷一段感情的时候 理智容易被感情淹没 当事人往往就是没有旁观者清 当一个男人有家事的时候 即使再喜欢 再难以自拔 也不要再靠近了 聪明的女人不会去当情人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 就注定在无休止的猜忌和矛盾中度过 当一个男人和你说 虽然我有妻子 可是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的时候 请用明亮的双眼看清楚她的心 到底是在拨同情 还是在故弄玄虚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认清一个人 就不要仅凭片面之词 更要看她在生活中的为人处事 看她是否怜悯弱者 对待朋友 是否有情有义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女人 超过三次毫无理由的信息不回 电话不接 就该毅然离开这个男人 当一个男人和你说 你放心 我会尽快和她离婚的时候 请不要太在意这句话 真正爱一个人 要看她怎么做 而不是怎么说 等不来的结局 趁早离开 是对彼此的尊重 爱情总是这样 都以为自己身陷其中无可救药 其实聪明的女人 却懂得适时地拉自己一把 你有大好的青春 为什么要耗在一个 承诺都不敢给你的人身上 你有善良的灵魂 为什么要去破坏一个家庭的和谐 为什么要拆散夫妻多年的恩义 当你爱上一个人 却注定不能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要固执地去追求 那片刻的温柔 为什么要迷恋 不属于你的温床 聪明的女人 懂得保护自己 也懂得分清什么时候该动情 什么时候该理性 你就直接回头吧 他在等着你 不要怕我会哭泣 早就在心底 想象你说过的话 其实我们不去家 那就好吧 那就好吧 其实你对我不长 别管我十只无畏 岂止可惜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虽然你还有感觉 但不是爱情 想象你说过的话 其实我们不去家 那就好吧 这些够了呀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不能成立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都你开心 我只不过让你 写思地里 你就让我跟着你 一起秘密 我们的事情 说好不提起 既然我们都能够清晰 你和他 是不变的定律 别对我十只无畏 细致可惜 虽然你还有感觉 但不是爱情 想象你说过的话 只是我满足的时间 那就好吧 这些够了呀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不能成立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都你开心 我只不过让你 写思地里 这里是 睡前夜听 我是夜听君 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 可以分享给 更多有故事的朋友 也可以识别下方的 二维码关注我们 你们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 找到我 欢迎给我留言 分享你们的故事 天气在转凉 注意多保暖 晚安 我们明晚再会 我们的爱情是秘密 不能成立 就算我爱你 也不能够说明 他在你身边 都你开心 我只不过 让你写思地里 就让我跟着你 一起秘密 我们的事情 说好不提起 让我们都能够清醒 你和他 是不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